在广东就有这样一对双胞胎姐妹 他们用13年的训练来掌握着一项具有艺术性的水上运动 力量 速度 激情 美感 花样游泳所带来的美好视觉冲击 背后是由那些看不见的汗水凝成 肩负国家的荣誉 创造更多的奇迹 他们是水上的舞者 王柳毅 王千亿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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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是王柳依 我是王千亿 我是中国花园游泳运动员 也是一队双方胎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队的表现 最终的是96.1分 获得了这一次 集体自由组合决赛的金牌 我是姐姐 我是妹妹 我脸上有颗痣 然后妹妹没有 但是呢 基本上刚认识的我们的人 都会按照痣来分我们 但是相处久之后 我们不管是 就是说话的方式啊 什么态啊 包括就是各种行为 都其实不是很像的 对 就是我们跟其他的生活 还可能会比较相反吧 姐姐会更加外向活泼一点 然后我是比较文静一点 然后内向一点 接触花泳这个项目 是因为小时候 爸妈希望我们锻炼身体 然后呢 不先练的游泳 但是当时刚好 深圳是花泳队 是在游泳馆训练 游泳教练和花泳教练是认识的 觉得我们两个 说双胞胎 条件还不错 可以去花泳队看一下 机缘巧合 之下就进省队了 然后开始练花泳 开始了 好 林毅情义 吃饭了 来了 我要帮你们 最二十一九十 耶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非常有点不舍的 因为知道体育都非常的辛苦 有很多 但是当时姐妹俩 非常坚定的一年 特别是妹妹 她说花泳 是她的爱好 她认定了花泳 她说她就跟我做工作 她坚持一定要去 所以我就也尊重了孩子的选择 走的时候 妈妈就特别不舍 能看得出来 她就是 就特 就回避 也没有看我们 就是实际上 让她可能自己 特别特别的不舍 王柳翼与王千亿 八岁开始学习花泳 至今已经十三年了 除了他们自己 对梦想的坚持 背后也是一个家庭的 全新支持与付出 在家的时候 基本上小时候都是包办生活日常生活奇迹 但是通过来以后到三队 离开了父母 那种变化是很大的 然后独立心特别强 回来以后 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 很感动也很刺激 我们每次只要她有回来的话 我们都会来聚一下 因为这个机会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他们训练的一个特殊性 然后那我们平时的话呢 就主要还是以休闲为主吧 像是说看电影啊 然后逛街 那更重要的 可能更多的 还是说以聊天为主吧 因为我们大家生活的经历都不一样 大家互相沟通 互相了解 这个城市人决定就是进入省队 往这个花用职业化的这个大路去走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地发现 她的这个性格啊 或者是平时的一个状态 是有一个变化的 变得更加的懂事 更加的理性 我们平时的训练包括路上跟水上 然后路上的话呢 就是一些力量啊 体能啊 然后舞蹈课也会练一些 因为我们是需要轴韧度的 然后水上 水上就是游泳 专项 定位 自选 基本上就是这四个效果 我觉得花用游泳 它是有很多主题嘛 然后选择很多音乐嘛 那你要很好地展现这个主题的话 你就要有舞蹈作为基础 然后这种艺术的熏堂 你才能把这个主题 能够用你的方式去展现出来 这是一定要用舞蹈来做基础的 打 打 打 两下 然后这一下 这一下不够 太阵了 还两个挡 这个头要出来 然后大双这一下 要有光了 纽约练 她因为带我们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她很了解我们两个 她对我们也是 很信任我觉得 对 非常信任 然后知道怎么样才是适合我们两个训练方式 小腿要一点 两个小腿 过得快 过得快 算 再快点大双快 她们两个是2008年来到广东队 那个时候刚刚看她们的时候 她们还很小 然后第一印象就觉得 两个人特别像 就在双胞胎里面 就觉得她们也是非常像像的 包括身材呀 脸型呀 样子呀 都特别像 而且很安静 从小一直练过来 她们在技术的这种细腻的程度上 她们在技术的这种细腻的程度上还是很好的 因为可能跟她们性格也是有关系吧 因为她们比较安静 然后学动作做动作的关注度很好 1 2 3 4 5 6 7 旋转类的动作是难度比较大的动作 包括我们两个在配合 配合动作上也加了难度 之前我们两个虽然是作为双胞胎 但是我们的配合动作是比较少 从开始配合总是会有一些扯 互相拉扯 或者是互相没有配合得特别好的时候 所以会一直重复地磨练那一个难比 那个主要是在做的 你们拉回来说没有 但只有两个虽然在这里 他错的太多很厉害 不然太厉害了 这两个真的太开了 真的太开了 再来 再来 烧好一点点但还是不行 前面还可以 前面还可以 但是你们拉起来 还是说一个膝盖的角度要出来 好 再来 不行啊 两个人要想清楚啊 转的时候两个人就往外转的 在一个轴心上转 他绝对不软的 没吃饭的感觉 不能这样啊 不能这样 快比赛了 所以动作到现在不能有出现这种反复 反复出现问题 配合动作很重要 脑子要想清楚 好 注意力量集中 来了 就这个动作 这一下 最后也做得有点 再做一遍再看 再做一遍再看 感觉一直在重复 一直在重复 然后很枯燥 而且当时是很累了 所以就会有一点 有一点点心情 有点烦躁的 可是自己也是有点着急的 因为我们很想在全国比赛上 把自己的 就是我们双脑胎的优势 这个配合动作 把它做好 所以后来想了想 还是要把它练好才行 双脑胎嘛 所以大家其实在配合上 两个人的同步上 对他们的要求 会更苛刻 因为他们的优势在这一点 那如果你在这个最优的地方 你还存在问题的话 大家可能会更用 更严厉的眼光去看 所以在训练当中呢 就是我对他们的要求 就是你们两个既然是 双胞胎 你们有着优势 就要把你们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 别人做不到的 你们也能做到 这个是你们的落实 好累啊 你死我了 训练场上严厉 其实是对我们 还是好的 然后教练的严厉 其实就是 其实也是因为 我们没有达到 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所以我们才一直重复 到后面我们达到了 还要的效果 教练也非常开心 很满意 王柳逸与王千亿 除了是花样游泳运动员 同时还是北京体育大学 大四的学生 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训练过后 只要一有时间 他们就会看书学习 保持运动和理论知识的平衡 哪怕没时间 就抽出一点点时间 我们也会尽量保持 每一天看些书 学一些我们学校里面 要考试 然后要上课的一些课程 我们也会尽量保持 一般会提前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就起床做准备 我们正式比赛的时候 我们两个两套双人 都抽到是最后一号钱 所以说有压力 然后也会有点激动的感觉吧 然后上场前 会让自己的兴奋度 稍微降下来一点 不能太兴奋了 然后也不会很紧张 就保持一种小不小的紧张的 那种感觉是 最佳的比赛状态吧 当时是有一点点小状况的 我们戴的那个耳麦 它因为频道不是特别多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串台 没有听到教练 跟我们说的动作问题 包括我们自己 对我们双人的音乐 有时候会听不见 教练可能有一点点着急 因为赛前训练吧 就是还是对于运动员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到场地 到赛区 只有两天的时间 然后关键是 他们主要是之前 在国家队 一直没有练双人 所以就是这个配合的时间 还是不是很多嘛 然后比赛 其实这次比赛 对于我们来讲 也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赛前的这个试音乐的 受到一点影响的话 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 因为我们是打算那项目嘛 所以我们是每天 每次比赛都要 就是固定头发的那个化胶 然后还要化防水的妆 而且是比较浓的那种 因为我们在水里面 离裁判比较远 他们就是需要看到我们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画的比较懂 这次江门比赛 有一对非常厉害的选手 他们就是蒋伦伦蒋 蒋婷姐妹 然后他们也是刚刚在 雅加达雅云会上 夺冠的双人选手 男人分27.3.0.0 艺术平常分36.8.0 男人分27.5.0 走分91.6.0 11号 阿商 阿商 阿常 阿商 阿台 阿长 阿常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体育动员也是很辛苦的 是其可能童真那一部分 看看可可也走过来了 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国家的认可 这十年青春也好少年也好 基本上是在这个运动生涯这里去度过的 每天在刻苦的训练 每天在对他们的目标有一个更高的追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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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坚持 坚持就能看到希望 付出就能得到收获